這裡是紅線又是巷口 駕駛沒在管違規停車遭到盤查 但他車子裡滿是雜物 引發袁瑾好奇 袁瑾先是看了看 容易藏毒的捲菸紙 沒有發現異狀 駕駛以為過關了 結果 怎麼看怎麼怪 原來魔鬼就藏在這罐洋芋片裡 這名嫌犯遭到盤查 他還試圖想要說服警方 說他剛從超商走出來 身上有幾個零食也是很合理的 但是警方根本不信 打開包裝果然發現裡面不是餅乾 事發在新北市三重 這名毒販手工改造 上層放正常的餅乾當掩護 中間分隔上下做夾層 下半部就拿來藏海洛茵 但可能是毒品太多 放不下太多餅乾 袁瑾搖一搖 發現手感不對 沒幾秒就識破 耍小聰明 拿零食罐來衛裝 這下想賴都賴不掉 裡頭一共七包毒品 除了一包安非他命 其他通通是一級毒品海洛茵 這下想賴賴都賴不掉 當場被帶走 這名48歲菜型男子家屬板橋 卻常常在三重出沒 過去就因為毒品和切刀被抓 借不了毒一想天開 想蒙混過關 照樣被帶 TVBS新聞網絡 是國語新聞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